現在看到電話非常激烈 現在是非常激烈的 死警察走過來 人踩人MCI來的 知不知道什麼東西叫MCI 你們有沒有人踩這樣 有沒有First Day中了胡椒炮露 有沒有First Day我中了胡椒炮露 有沒有First Day我中了胡椒炮露 謝謝 什麼叫媒圖媒體 又去網媒? 對 誰當是網媒來的? 基督教網媒 基督教嗎? 拒絕麻木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 主持 Harvey Ernest Eric Mark Eric Clark Winney 歡迎大家來到《門徒公義》的節目 今晚有我Harvey Ernest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要讚好、訂閱、分享 以及最重要是火金 真的需要火金 沒錯 今集一早預告了 我們就會罵爆中國神學研究院 包庇李美常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是的 我們會罵爆中神的管理層 教職員、校友會 連這個新福臺的黃營福都會罵 OK 如果今集喜歡說髒話 就任不說 先說明 今集已經遇到我們在YouTube一定黃標 之前沒有髒話也黃標 沒有髒話也黃標 是的 真的 今集更加遇到一定黃標 但沒問題 我寧願一毫子都不收 最重要是怎樣 最重要是罵得痛快 是的 沒錯 我們首先由 即是終神的三位老師 福玉秀 這樣也被人想到 其實老中青應該 我現在告訴你 禮拜二就上新福臺 即是做個節目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先講一下 新福臺禮拜二的節目 題目就是 言論的自由與異端的權利 三個嘉賓 都是中國神學研究院的老師 包括雷敬葉牧師 副教務長兼神學科助理教授 王國偉博士 和神學科助理教授 楊思賢博士 新福臺台長王迎福 擔任做主持 節目頭一個小時 講什麼呢 就是講基督教裡面的異端問題 在最後那半小時 才進入正題去講 近日鬧到 揮揮揮揚揚的 孝董李美常的事件 原來這三個福禄秀 都是不支持譴責 或者罷免李美常的 結果怎麼樣 在直播聊天室的信徒 留言 去留言 基本上是完全是表示不滿 雷敬葉 講一講他 因為三個當中 他叫做連枝聚場 OK 在節目裡面 很明顯看到 其他那兩個老師 都是看他的 永遠都是他發言 然後其他那兩個 跟著 跟著他的口水尾 所以他講的話 就很重要 雷敬葉 他講些什麼呢 他聲明自己 不認識李美常 甚至乎 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才知道 原來忠臣有個董事 叫做李美常 是不知道的 是 他說是不認識李美常 但是他就說 可能 為什麼學院會請他做這個軟動呢 就可能因為他本身在教會裡面 有好的見證 又或者在他工作裡面 有好的見證 又或者 可能因為他願意去服侍上帝 所以學院就邀請他 擔任這個校董 他這樣講也挺矛盾 你說你不認識他 你又知道他很矛盾 是啊 未完 跟著他還跟聽眾說 我們不可以因為一件事 即Stand牌事件那件事 就判斷了整個人 他可能是很忠心服侍上帝 又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我們就不應該用一件事 去否決了他以前所做過的好事 哈哈哈哈 第一 雷敬二 究竟你認識還是不認識李美常呢 你不認識他的話 你又怎知道他有很多好的見證呢 你又怎知道他曾經好中方服侍過上帝呢 你又怎知道他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呢 你不認識他 但是你怎麼知道這麼多事情呢 是不是 你全部都是亂說的 都是 亂說的 亂說的 可能他有好的見證 喂 可能的 你全部所說的都是可能的 你猜他曾經忠心服侍上帝 你猜他曾經做過很多的事情 你猜一下他 你猜他現在在做審死官嗎 你猜他現在在拍周星馳嗎 猜一下猜一下 猜一下有沒有罪啊 有沒有違反這個大清律禮啊 雷敬業 你是教授來的 你是牧師來的 說話有一點點水 不是不讓你猜 但有沒有這麼多事情呢 全部都是你給他解釋 但這些全部都是你猜猜來的 不是理由的 吃口都說不上 這件事真的是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 雷敬業說 可能因為李美食在工作上 曾經有好的見證 所以這個鐘神就邀請他做這個效動 這是他所說的 是嗎 是的 他所說的 我和你講一件事 我和你講一個故事 好啊 其實我也經歷過的 你記不記得 在去年一月的時候 我記得 康文署曾經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園 就貼了一張告示 就宣布 趕走露宿者 是的 就是要露宿者幾天之內 就立刻搬走 如果不是怎樣 如果不是 就將所有公園裡面的 所謂的雜物全部丟掉 就是他把露宿者的東西丟掉 這樣就趕著他 你知道一月是什麼 一月是冬天 很冷啊 就快過年了 大佬 你這樣搞到人家 過年都過不了 多慘 是嗎 所以立刻很多人 罵這個康文署 說他沒有人性 於是怎樣 於是我們認識的 林國章牧師 以及另一位 都是非常關注 金康望神父 關注這個露宿者問題的 金康望神父 立刻聯同露宿者 在這個公園裡面開記者會 就跟記者說 批評這個康文署 對那些露宿者 講中殺絕 沒有任何的安置 沒有任何的賠償 總之就叫他們走 多麼淒涼 是不是 很慘啊 結果怎樣 結果那些傳媒就覺得 是呀 這個康文署真的不對 有什麼理由 講中殺絕 那樣 幾經這個周旋 加上當時我們門徒小隊 都有去聲援 是的 我還親自 大隊去到這個 通州街的公園 見到很多的露宿者 那結果怎樣 結果這個康文署就 算了 收回成命 一直就先被那些露宿者 可以暫時 妻生在這裏 那你猜一下 康文署當時的處長是誰 是不是他 是啊 就是這個李美常 哇 就是李美常 不是吧 李美常 我查過了 他是去年七月才加入忠臣做校董的 而他在2014年7月 至2019年的9月 足足五年的期間 就擔任這個康文署的處長 而在這五年裏面 最出名的露宿者 經常就會被康文署搞的 哦 是啊 就是深夜十二點鐘 關了公園的廁所 還好像是灑了一些痕粉 是啊 灑了痕粉 搞到露宿者就睡不到 然後在隧道噴水 深夜噴水 深夜噴水 清潔那些東西 深夜為什麼要清潔呢 有什麼骯髒呢 還要在露宿者旁邊開水喉 搞到他們睡不到 是的 刻意搞到露宿者 那誰做呢 就是康文署做 而當時的康文署處長 就是這個李美常 那你跟我說 鍾臣邀請他 是因為有好的見證 這麼奇怪整件事 究竟是鍾臣那些 董事不知道李美常做過康文署 還是他們不看新聞的 還是覺得原來這樣搞露宿者多好 可以幫助他清潔這個市容 真是美好的見證 如果像雷敬也說的 就是這樣 他自己說的 可能 而這個李美常公五年 就是做了這些事情 真的 還有我再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還有嗎 有啊 你知道嗎 近幾年 屯門公園 有些大罵 都拿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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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區議員都去請願 示威 是的 聽說還有很多風化事件 是的 很多阿伯 如果加錢 就有些特別的服務 明白明白 明白 但是始終 沒有人去管 沒有人去執法 結果怎樣 搞到去年 反抗爭期間 搞過一些所謂的光復屯門 是的 我記得 你知不知道 其實香港的公園 是誰部門管的 我知道 康民署 是的 又是康民署 康民署 又是康民署 又是這個李美常做處長的康民署 大佬 這麼多的好事 做了這麼多事情 你跟我說 李美常曾經做過好的見證 做了很多好事 他真的做了很多好事 好 是的 是好事多為的好事 絕對 那你是不是想跟我說 雷敬爺 是不是想跟我說 因為 忠臣見到這個 李美常做了這麼多好事 所以就特意邀請他 加入忠臣做這個軟動 是不是這樣 喂 大哥 你自己不知道 你知道上網都找到這些東西 我上網都找到這些東西 還有忠臣我就死 打死都不送他們 你不知道這件事 沒理由不知道這個 李美娟做過康民署 李美常做過 李美娟是你的官 是的 沒理由不知道這件事 還有 由第三個角度去分析 就是 雷敬爺就說 我們做這個圖 不可以因為一件事 就否決了那個人 以前所做過的所有好事 我想跟雷敬爺說 你作為一個學者 你這樣說 真的很搞笑 我覺得 不可以因為一件事 就否定了一個人以前所做的好事 如果這句話成立的時候 你跟上帝說 你跟上帝去翻案 為什麼阿當夏娃 因為伊甸園 吃了一個禁果 就被驅逐出伊甸園呢 阿當夏娃都做了很多好事 幫上帝管理整個伊甸園 然後還要幫動物起名 你知道有多少動物嗎 很多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 還有很多 要逐一早起名 大哥 做了這麼多事情 日頭又做 晚上又到 管理全世界 阿當夏娃都做了很多好的事 為什麼 上帝就因為他們 吃了一次禁果 就否定了他們以前做的好事 然後趕走他們 出伊甸園 還要有這個的永罪 還要這個罪 不知道是一代還是全一代的 搞到人類就永遠陷入這個苦難當中 為什麼呢 如果不可以因為一件的壞事 錯事 就否定了以前做過的好事的時候 那上帝是不是做錯了 雷經營你說一下 你教神學的 那上帝是不是錯了呢 那我就再看一看歷史 希特拉 你知道希特拉是誰嗎 大魔頭 是啊 屠殺幾百萬猶太人 但是 你又看看 希特拉 他當時 是帶領著整個德國 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將德國有一個培緩拜雅 將他復興成為當時歐洲的強國 希特拉也經歷過選舉 是啊 反而 林鄭沒有經歷過這個選舉 是啊 而希特拉是得到人民投票的支持 授權 授權的支持 希特拉也做了很多好事 只不過因為他做錯了一件事 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殺了幾多人 幾百萬 幾百萬人 真的是猶太人 混在集中營去毒殺 毒氣室那些 還沒計其他 還沒計其他戰爭所殺的人 是啊 你多幾千萬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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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只不過也是做過一件錯事 而已 他想征服世界而已 他想將這個日以萬民族 成為最偉大的民族 那就否定了他以前做過的好事 他對於德國人民所做的貢獻 那是否公平呢 那我想問問雷建營 如果用你的標準來說 那是否很不公平 對不對 是絕對不公平的 你解釋一下 你說一下 是不是 真的是 這個第一件事 是非常荒謬 第二件事 雷建營 和王國雄 王國衛 王國衛 另一個老師也提過 這一點就是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 忠臣的軟動 是不會干涉老師 和他們的教學 他們在忠臣 是從來沒聽過 任何一個軟動 是會投訴老師的 那他想表達什麼呢 他想表達在忠臣裡面 是有學屬自由 有言論自由 他們在節目裡面 有一個很強調就是這一點 但我想和你們兩個老師所說 現在沒有人說過 擔心李美常去干涉忠臣的老師 不要在這裡轉而視線 那不關事 而且 說一句 你們忠臣而已 你不說 我又是說崇基 是不是 如果要搞 說一句 都先搞崇基 是啊 什麼時候有空 會搞你忠臣呢 等於什麼 你有沒有聽過 文匯大公 會投訴 政府會干涉新聞自由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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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情況差不多 就是 也不能說你拆 限足拆 那樣的 就是文匯大公 也不會說 你干擾我 你新聞自由啊 這些是蘋果說的 是不是 是啊 那忠臣 哪裏有人有空去抗涉你所謂的教學自由 你們根本就是建制的部分 你們根本就是一堆藍絲來的 說真的 你們的前主席 前主席是誰記得的 列德權 你們前主席是列德權 現在 現在在做誰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要宣誓 是啊 7月開始生日職的宣誓 真是 這個是你們以前 忠臣的主席來的 還有 你們那個院長 是誰 是警隊議論團契的顧問來的 哇 警隊議論團契 你們忠臣 根本就是一間藍絲的神學院 然後這一頭你跟我說 擔心 這個政權會干擾你們的言論自由 不要搞笑了好不好 大公文匯從來都不會說 擔心政府去干擾新聞自由 是自己人來的 不要在這裁刷 不要在這裁刷 不要在這裁搞笑 還有第二 如果 假如 這個李美Sir要干涉這個忠誠的教學 是不需要投訴老師的 是很簡單的 換走院長就可以了 或者將你雷敬業的部門 人手開支 削減了就搞定了 雷敬業 你自己也會說 董事的責任是什麼 董事最大的職權 就是審核神學院的財政預算 以及審核院長 這些這麼高級的人士任命 所以如果真的要干涉這個學屬自由的時候 整個院長換了他就可以了 當然不需要 因為現在的院長是什麼 再說多次 院長是警隊的倚樂團契顧問 是啊 所以是不需要換的 什麼換啊 不需要 如果真的要換的時候 把現在的羽樂團契的屯幕 換成許淑峰就可以了 是啊 是啊 對 對 對 不需要的 所以不要在這裡自己打稻草人 麻煩 另一件事我需要去說 就是在那晚的節目裡面 就是問他們幾位教授 就是關於 究竟需不需要譴責 或者罷免李美嘗的問題 那麼 雷敬業呢 其實就有回應的 就是分開不同的地方回應 是 那麼我綜合回他的意思 他講些什麼呢 就是他意思就是說 就是你 就是宋徒 現在覺得A軍做了這件事是不對的 而他就真的做了一件不對的事 但是他又反問那些 就是要他走的那些宋徒 你打算要花費多少力氣 去趕走這個A軍 或者去屏氣這個A軍呢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來的 而這個問題呢 是非常之複雜的 然後呢 也有人會說到譴責這個問題 然後他反問呢 就是他反問分離 那麼譴責又怎樣呢 譴責又怎樣呢 是不是 又是這樣的套路 然後呢 他也都強調一件事 就是他們不會搞所謂的壓力團體 你不要搞啊 意思就是說 向這個學院施壓 他意思 你搞你也很浪費 所以這個雷敬業就說 就是他一開球 他就說 他在那三個老師當中 是年紀最大那個 所以他覺得 如果被終神解僱的話 後果就應該最少 所以他就覺得說也無所謂 你聽他這麼說 以為他真的很勇敢 說了很多話 但是我想說 在我的眼中 一個雷敬業 只不過是一個怕死 耐弱的人 你枉為基督徒 你也枉為一個學者 其他那些所謂和國維 或者你一個 若先賢 說了最少的那個 甚至其他忠誠的老師 我都同樣都是這樣說 你全部都是怕死 耐弱的人 喂 發生了這樣的事 教育局現在被批評 去打壓這個教育界的延弄自由 這一點當然是錯的 你找誰說就當然是錯的 這件事 人人都會說的 說真的 但是 現在說的 應該處置這個李美Sir 應該他繼續留在這個 忠誠的董事局 還是說要去罷免他 這件事 就是你們忠誠的教授 老師需要去說的 是不是 其他的事情 當然大家都會說 但是沒有人這麼說這件事 是整晚節目 沒有人敢說半句 直接去提這件事 我想問一下 你們作為基督徒 作為神學家的良知 以及那個公家 去了哪裡 這三個人 他節目開始有介紹的 雷敬業 就差不多退休了 最老那個 王國維就中年的 楊思賢最年輕 最年輕 所以他就是 老 中 青 三代 你看看 中神 老 中 青 是三代的 三代的老師 都是這樣 全部是怎樣 用回中國人 所說的一件事 全部沒有衝待的 我想說 這件事 我只是說 在這件事上面 是沒有解釋的 是半句都不敢說的 喂 大哥 你罵孫道小學那件事不對 每個人都這麼說的 一定是這麼說的 但是你真的說到最入獄 那是不是要霸佔這個利比Sir 哦 全部是含沖的 顧左右就嫌他 說些什麼 就像剛才說 就說 你要趕走這個人 要花很多力氣的 很複雜的 好了 譴責他 譴責又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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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即是你不用做 是吧 即是不用說 說到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 是啊 然後就說 好像剛才所說的那些事 那你想想 他以前做了很多好的事 可能 他也說 可能是很忠心是主的 可能 那你不能夠因為他一件的壞事 就否定他所有的可能的好事 說這些事情 神學家 神學老師 基督徒 學者 你不要跟我說笑 是不是 即是如果要回應 酸道小學這件事 對還是不對 所有人都懂得說 即是就算現在是Ernest 你也懂得說 是啊 其實說得比他們三個好 絕對看 一定肯定 我肯定 因為知不知 那個王國維 就是問到他的問題 就猛共在那裡嘔嘔嘔 就是什麼呢 漏了嘴 我是肯定你說這個話題 比他好 一定比他 絕對是 真的 我想說就是 那個原理就是民建聯 是的 你問民建聯一些政府的政策 做得不對 他肯定跟你說 政府不對 很多事情需要改善 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但投票呢 你會反對他 不會反對 就不會反對 身體最誠實 沒錯 正在終神 這三個教授 在星期二晚 在森福和他表現就是這樣 就像民建聯一樣 你和他那些大道理 那件事對還是錯 錯就很醜 不應該這樣做 小罵大幫忙 到投票那一刻 就是說落實那件事 應該罷免他 應該譴責他 接著就轉了態度 轉態 轉態 根本就是民建聯 那天就做了一個民建聯的節目 這三個不是老師 這三個是民建聯 OK 明白 大哥 整件事 我想說到今天為止 到我們現在星期五晚上開幕 我們再看看現在的公開消息 是整個終神都沒有回應 終神的董事局有沒有說過 沒有 終神的教職員 是這三個人 沒有話說 已經說了 校友會 他禮拜一晚說開了會 接著那些老師在三福台就說 他們很快有事宣佈 那校友會有沒有事宣佈 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 都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正式的回應 你現在回到終神的Facebook面書 你知道見到什麼嗎 是悼念楊伊 就是楊昌牧師 楊昌牧師 楊昌牧師 天天就說這些東西 悼念楊伊 楊伊很好啊 我們懷念他 重溫他幾十年前的文章 我們重溫他四十年以來的文章 但就是不說現在最重要的東西 整間終神什麼 你改名吧 不要叫做終神 不如就叫做悼念楊伊的學院算數 或者改了什麼叫楊 楊錫昌牧師神學院 楊錫昌牧師神學院 你天天在悼念楊伊的 是不是 不敢過會的這件事 還有 剛才提到那個校友會 我也不斷提一提他 他星期一晚就說開了會 足足五天時間 沒有任何公開的回應 請問開會來 究竟做什麼呢 校友會主席的什麼名字 黎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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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研會的香港堂的宣教師 他自己在免書 其實也發了一個公開的帖文 我就在這裡先不罵他 因為始終他沒有公佈 可能公佈了的不同 但我覺得也是很維護學院 是很維護學院的 但anyway 等他公佈了先 但我覺得如果你禮拜一晚開完會 到現在都不公佈 就非常奇怪 整件事就 總之到今時今日為止 我是見不到忠臣 是上下有對於這件事 李美常怎麼處理 有任何公開的聲明 或者一些公開的交代 這件事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 王國維就說 多謝大家去關心忠臣 然後又說什麼呢 就是忠臣的職場神學有沒有問題 然後他們說什麼呢 還說這個神學院 就是忠臣 其實在這種政治的形勢之下 應不應該再去委任一些政府的官員 去做他們的董事等等 我想跟你們說 沒有人去關心忠臣 你們不要說到忠臣這麼重要 現在那件事只不過就因為有人踢爆了 盯牌那個秘書長是你們的董事 於是我們香港人 就現在看著你們這間神學院 會不會大意滅親 或會包藏這個禍心 如果你們大意滅親的話 應該的 是啊 那就怕手掌 絕對要怕手掌 我們都是在這些事其事非其非的 但是如果你們神學院 想著去過這件事 想著不回應 然後想著被我們罵一兩個星期 沒事了 然後就當沒事發生 啊 你不要想著這樣 你不要想著這樣 沒有以為這樣就過了骨 以前又或者還可以 但是現在不同 為什麼呢 因為有我們門徒媒體出現 是啊 我們會怎麼做 踢爆你 不止踢爆這麼簡單 踢爆就踢爆了 就好像跟蹤線樂堂那件事件 那樣 陳龍斌也想著這樣 想著被你們這群人罵幾個月 就沒事了 香港人就甘餘記憶 是嗎 罵幾個月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他就計漏了 這個世界有一個叫門徒媒體 是啊 不正常的媒體 是啊 他是可以幾年 直到今時今日 還不斷跟蹤這件事 是不斷追擊他們 喏 你 鍾臣 就儘管 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想著 吃過這件事 以為過到這兩個星期 博大家不記得 博大家不記得 真的 那我跟你說 你儘管 試一下 是 看看我們會不會 好像追擊善樂堂那樣 追擊你幾年 你儘管 試一下 OK 我跟你說 我們呀 到時呀 我們現在發起三霸了 對不對 是啊 我們又會不斷去抵制你的學院 好似抵制藍電那樣 我們香港人就好像抵制藍電那樣 抵制你忠神 因為為什麼 因為忠神會包藏這個 在我的李美嘗的時候 那你就是一間藍色的神學院 是不是 我們就會好像抵制這個美心 抵制這個吉野家那樣 是不斷呼籲香港人要抵制你忠神 沒錯 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 就是忠神 你一個要講講 就是剛才也提過的 新福台 哦 新福台 黃仁福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節目播出了之後 之後第二 就是南華三 他們的台長黃仁福 就在面書那裡 就發表了一個公開的鐵文 去解釋 為什麼會邀請三位老師上節目 就因為這個教育局常務秘書長 就被發現了忠神的軟動 於是就有很多人 就在路火指向了忠神 就認為忠神就不應該再邀請他 擔任這個軟動 要罷免他 所以有些人要質疑忠神的職場神學 也不妙 哪裏有人質疑忠神的職場神學 現在是質疑忠神本身 甚至黃仁福就說很擔心 會不會連忠神的老師的學術自由 都受到影響呢 這個更加不會 剛才他解釋過 然後呢 黃仁福就分享他做完節目的感受 這句鐵文我看完真的覺得很生氣 真的完全是想漂白整件事 他就說 我想大家對忠神老師的獨立性 理性與品格 還是很信任 並且他們的即時答應 每天就出宣傳 也能顯示忠神老師並沒有授額 仍然擁有言論自由 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宣傳本身已起到穩定人心的功能 也感謝三位老師在昨晚節目中坦誠分享 縱然之後的結果不一定如大家期望 但至少我們可以相信 無論忠神內部和邱和校友會 在上星期二即聯絡過我的 的確以盡最大努力楚善處理事件 三位老師的分享 可以上新福臺Facebook看重播 或者聽聲音版 文字版也會過幾天看出 今天看就有了 我想在這次事件中 新福臺說他自己發揮了正義的功能 許有些人覺得 我們只是嘩重取重跳機 但有鑑於華人教會有爭議 就不要討論壞習慣 我們覺得你可以不說 但沒辦法禁止別人說 你不說 人家可能就越說越誇 所以我們覺得 是要盡快給內圍的人發言討論 才是正途的 這些人越坦誠分享 就越能識到大眾的疑慮 澄清一些誤會 避免事件去壞的方向發展 最後要為新福臺的理念打廣告 新福臺是反送中運動的產品 當時我們覺得要分析目養 而新福臺就是第一個產品 分析目養不是分裂教會 圍爐取亂 而是一個暢所欲言 讓大家可以放心 按正義分解真理道的地方 我們覺得不要逃避爭議 如果我們相信真理本身有能量 就在真理中辨明出來 即使最終是各書幾件 至少大家的聲音可以清楚表明出來 千萬不要以合一為名 打壓異己的聲音 這樣只會陰乾架會 令真理暗闊 並無法照出我們個人心中的黑暗和錯謀 首先聲明一點 黃燕福在那晚做節目的主持 其實對於他節目的表現 我覺得就不如自平 我不會說 為什麼你那晚 雷敬業那些 剛才說的那些事情 你不當面去駁斥他 或者反對他 我都明白作為一個主持 因為他的角色是主持 他的角色要帶領節目的節奏 負負負責問問題等等 主持都有一個限制在這裏 未必在節目裏面能夠 很暢所欲言 去表達自己所有的想法 有時候好像我們門徒公義那樣 都會請嘉賓上來 你做節目的時候 你做主持的時候 就算有些事情 你未必很認同那個嘉賓說 你都不能夠即時說 我去你老婆 你不能這樣說 不會的 所以那晚說些事情 我們就算了 不要這樣去評論他 但是 但是在節目以外的事情 包括 你的Facebook帖文 你這個帖文 你公開自己 發表自己所想的事情 我就可以根據 你所說的事情 你的想法 去做一個評論 而我是非常之不明白 為何到今時今日為止 在香港 還會有基督徒覺得 王力福 會覺得 心腹台 是黃絲呢 根本 在我的眼中 王力福就是一個淺藍 即是好像田北縱 好像曾玉成那樣 稍稍說說一些人話 但他也是建制 根本的淺藍 不是黃絲 而現在 整個香港 是在罵這個教育局 去絕罰這個酸道小學老師 對 很慘 他真的 覺得忠臣沒有理由 再給一個劊使手 做這個校董 要罷免李美Sir 而你王力福 哦 原來覺得 一場誤會來的 咦 不會 他自己剛才說的 他怎麼說 搞錯 他一場誤會 神經病 王力福你做個節目出來 請了三個老師上來做嘉賓 他怎樣寫 原來是因為 不想這件事 往壞的方向發展 澄清一些誤會 再讀一次 這些人 愈坦誠分享 愈能識去大眾的疑慮 澄清一些誤會 避免事件 向壞的方向發展 哦 你說什麼 大哥 原來譴責李美Sir 或者現在提案 又罷免李美Sir 是什麼 在你王力福的眼中 是會往壞的方向發展 他自己寫的 是啊 整個輿論是這麼說的 王力福還說 在這次事件當中 如何 申福臺 有正面的功能 我真的想不到 什麼正面功能 所謂的正面功能 就是 什麼是真正 如果正路來說 這件事應該 所謂的正面功能是怎樣 就是怎樣 透過節目 去推動忠臣 向忠臣施壓 要他儘快去處置李美Sir 包括是否譴責他 或者去罷免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彰顯這個公義 要幫這個酸道小學的教師 出一口氣 這個就是一個正路來說 我說正路來說 對 正路絕對 要做的事情 假如你標榜自己是黃絲的時候 是要做這些事情的 但是現在在你黃靖鳳眼中 你做些什麼 原來就是幫忠臣化解一次的公關危機 漂白 你自己說的 華人教會有個壞罩 怪什麼 有爭議就不要討論 但你 然後讀下去 你不說 人家就可能越說越誇張 所以覺得要盡快給內圍的人 發言討論才是正途 這些人 越坦誠分享 就越可以適合大眾的疑慮情 就是一些誤會 避免事件壞的方向發展 簡單來說 就是用這個平台 讓大家發洩露氣 你有事不滿就說出來 你有投訴就說出來 說完之後怎樣 說完之後就沒事了 算了 放解決了一件事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化解公關危機 那你黃靖鳳做個申福台 究竟做什麼 做個台整個天搞的節目 就是幫教會化解公關危機 你不要說自己要投訴教會 說到自己對教會很不滿 要改革教會這樣 做每一集節目 全部都是化解公關危機的 我發覺 童福堂那個很明顯的 你記得幾個月之前 童福堂那個少年部總辭這件事 記得 當時還請了幾個少年 上去代表上做節目 去分享一些感受 然後做完節目之後 沒有了 當然沒有了 因為又是製造窗口 你們說完就可以了 不會跟蹤任何事情 你有沒有聽過那幾個主持 在這個節目裡面 指著何志敵 指著童福堂 說你們這樣不對的 你們不可以這樣打壓這些少年的聲音 你們快點悔改 你有沒有聽過那幾個主持 甚至深福堂在治後 有沒有自己發帖 好像黃烈福那樣 發過的帖子 去罵這個童福堂 當然不會 是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的 每次做這些事情 就是為了化解公關危機 所以我都在這裡 跟所有讀者 所有聽眾說 如果你們出了事 類似童福堂 或者今次終神這些事件 如果你們要投訴 或者這件事很不滿 你可以上任何的節目 包括我們在內 但一定不可以上深福台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台是幫教會 化解公關危機的 好像今次這宗宗神的事件 好像他所說 就讓你們蓄一口氣 讓你們說了些話 然後幫助去釋除疑慮 然後就沒事了 繼續 是這樣的 是的 黃烈福到 由此到中都沒有去譴責過這個宗神 他沒有說過一定要罷免李美常 如果要罵孫道的時候 是全世界都會罵的 這件事是錯到沒有人敢說對的 會是 除了梁振燕之外 除了梁振燕之外 OK OK 黃絲不會這麼說話 但黃烈福就是這樣 你有聲音說 公開出國聲明 就說現在我支持 這個宗神要馬上罷免李美常 黃烈福 你試試 你夠不夠敢寫這件事 你夠不夠像我們 門徒一樣 出國聲明 如果宗神不理不住這件事 就三罷抵制你 你夠不夠膽呢 我們又出了一份聯絕聲明 你夠膽你就簽了 你簽了的話 我就會告訴你你有簽的 好 我就當眾現在挑戰你 但我看不到這件事 我只看到 你在這份聲明上面寫 只要大家去坦誠分享 就能夠失去大眾的疑慮 澄清一些誤會 避免自己往壞的方向走 我只看到你寫這件事 是不是你寫 是你寫這件事 在那裡說謊 在那裡裝謊 根本你是一個淺藍 你和田北俗沒有分別 你和真育成根本沒有分別 還有 我最生氣的是什麼呢 他說 新福堂是反送中運動的產品 你還不好意思說這個反送中 你根本就在吃這個人血饅頭 你知道為什麼新福堂會這麼多人聽嗎 他就在上年反送中的時候開播 然後一路就標榜自己 什麼沒有大台只有平台那些東西 就營造到自己一個很黃絲的形象 還請了這個佔中三節上來 那你根本就吃這個人血饅頭 就是不是不讓你吃 但問題你明明不是藍絲來的 你吃什麼人血饅頭 你瘋了 梁國雄吃人血饅頭 他就黃了 說一句 寫完你黃了 梁國雄長武也是黃的 是啊 是啊 沒有人說他是藍的 沒有人說他藍 我覺得吃人血饅頭是不對的 但你黃絲吃人血饅頭 也是不對的 是啊 但是你藍絲吃人血饅頭 神經病 你由此到終你就是一個藍絲來的 說一下他有什麼身份 他是孫道會有身份的 你記得嗎 孫道出版社那個社長 他真正的身份是孫道會 他是香港聯會的第二副主席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們踢爆這個簡家儀事件 不是曾經起過他底 是啊 這個簡家儀的父親 阿簡耀堂 就是這個孫道會 香港區會的主席 你記得嗎 記得 然後副主席是兩個 他是第二副主席 對嗎 根本 黃寧福由此到終就是這個建制的一部分 他就是這個建制教會的一部分 而這幫 所謂耶絲 基督徒 當他是黃絲 沒有的吧 大哥 我是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 會覺得新福台是黃絲 黃寧福還說 新福台是反送中運動的產品 是產品 不過是一個假裝黃的產品而已 所以這裡更不好意思說反送中 根本是假裝黃絲吃這個人血饅頭 你骨子裡所說的事情 所做的事情 根本是跟整個反送中背道而馳 如果你真是黃絲的時候 如果你真是香港人抗爭那一方的時候 一定好像我們這樣 是要罷免李美淳的嘛 是啊 說說為什麼我們會想到 罷免李美sir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我們先提出的 這個概念就是參考上年 大家記得西灣可開槍的警員 原來他是德望學校家長教師會的主席 原來是 關家榮 因為當時 這個11月11日 全港三霸 而這個關家榮 就在鏡頭直播的時候 就拍到 他是連續開了兩槍 射了兩個青梨 於是全香港人那天 還不是很生氣的 是很生氣的 是很生氣的 很快就找到他是 快得很近 原來他是德望學校的家教會主席 原來是 於是也是很快 差不多即時 家教會的家長發動一個亂出 是要求校方一定要馬上 罷免關家榮主席的職務 是 結果關家榮那天是自動 自己是即時去辭任 辭職 是 這件事情其實 就是跟我們香港人 由上年開始發動的杯葛藍電的精神一樣 你想想 關家榮 他這個家教會主席的身份 原理上就在說 原理上跟他做交通警員 是兩個不同的身份 是有不同的身份 是有不同的身份 那為什麼我們要求要去開除 罷免他那個家教會主席的身份呢 就絕對不是因為他這個家教會做得不好 因為他可能是一個好好的主席 都還沒頂 只不過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個關家榮 竟然幫政權做壞事 還要開槍射殺我們的年輕人 所以當時我們就覺得 我們是不接受他 而你公安有這個身份 所以我們就要罷免你 正所謂正邪不兩立 送禦不送不可共赴一 這個就是香港人抗爭的精神 由此到終就是這樣的 這件事就是我們 莫途市公參考 上年這個例子 所以就發動要罷免這個李美常 我們不是寫了一篇聲明嗎 那篇聲明其實我就是照著這個家教會 上年那份聲明將它改的 所以如果你對比兩份聲明 你會發覺有些時間是很差不多的 因為那個精神是一樣的 其實那個精神是一樣的 而且你要想一下 現在這個李美常 他是什麼呢 他是軟董 董事 就是領導層 可以做決策 而這個關家榮 上年只不過是家教會主席 說真的 他都不是一個領導層 我們就已經 我們覺得是不能夠接受了 一定要去踢走這個人 現在忠實你出了一個管理層 董事文書 是一個潰子手 去打壓這個孫道小學的 言論自由的教育自主 那是不是更加該死呢 是絕對需要去更加該死的 所以黃尼福 如果你說新福台 只不過是反送中運動的慘物的時候 那那個精神是怎樣的 你是應該馬上呼籲忠臣 要罷免這個李美常的 但現在不是 你所做的事全部背道而馳 可能有些人聽到這裡 你們會反駁 覺得不是啊 新福台都曾經邀請過這個 佔中三子 就是戴耀廷 是呀 曾經見聞他們 做節目的 或者幾個月之前邀請過 佔福堂少年部 那班的年輕人 上節目的 大家不要這麼天真 CCTVB 都邀請過佔中三子上節目的 是呀 做過訪問的 你知道嗎 那會不會因為佔中三子上過CCTVB 大家就覺得CCTVB的黃絲 會不會這麼想 但你不會這麼想 你請什麼人上節目 那個不是決定他的政治立場 那個政治立場是決定於 他究竟是怎樣說 以及怎樣看一件事件 這件事件 能夠直接去判斷 他們究竟那個政治立場是黃還是藍 不是單單看他請過什麼人 說真的 文匯報也訪問過大庭 你知道嗎 是啊 也訪問過 那你會不會覺得文匯報是黃絲 不是吧 當然不會 是不會的 所以大家要看看究竟他的立場是怎樣 而剛才提過 新福臺 由此到終是沒有譴責過這個同福堂 沒有啊 完全沒有 大家找回那集聽 幾個個月之前而已 還有 剛才提過 廣家瑤這件事 講完它 廣家瑤幾個之前 被揭發了 他是怎樣 上年是發出那些 推嚇的信息 給反送中的教務 震驚震動整個教界 其實是 那大家有沒有發覺 新福臺 是由此到終都沒有提過 或者說過這件事 是啊 完全沒有提過 為什麼 如果新福臺 和黃年福所說 是反送中運動的產品 有幾十個反送中的教務領袖被恐嚇 哦 現在終於找到真空了 那是不是應該說 有這麼大 有這麼大 假如你真是一個所謂 反送中運動的產品的時候 那為什麼黃年福不說呢 因為剛才我們說了 黃年福在這個宣導會 香港區聯會的第二副主席 他跟這個廣家瑤老爸 廣家瑤很熟 哦 大家都是主席 副主席 同一個黨事會 是不是 還有 你知不知道 阿賢家瑤 就是曾經在黃年福的教會實責過 怪不怪得知 孫道會華基堂 他跟他們兩父子都很熟 會是 那你跟我說說他是黃絲 你跟我說 申福堂是一個反送中運動的產品 你不要跟我說笑 好不好 幾個月之前 黃年福不是還有來一堂事嗎 榮光敬拜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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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他們發起了個 《香港基督徒回應國安法聯署聲明》 都幾多人簽名 是啊 我記得很多人有幾多 數以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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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所有我們門圖媒體 就扣過Facebook 就發了一個送息 就希望邀請黃年福 接受訪問 就說說這個聯署聲明 但黃年福就回覆我們 就說不接受門圖媒體的採訪 是啊 真是囂張 我呢 作為門圖媒體的發起人 我在公開問一問問黃年福 為什麼不接受你的訪問 我查過 你接受過這個《楓新聞》的訪問 你也都接受過這個《頭條日報》的訪問 《頭條日報》才知道是哪個老闆 聲道 聲道 建制 全部都是建制的傳媒 建制的傳媒訪問 你都可以接受 為什麼就是不接受我們門圖媒體訪問 如果你說你是支持這個《反送中》的 甚至標榜你自己這個《心腹台》 是不是 《反送中》運動的 這個《慘密》的時候 這樣也奇怪了 如果以黃來說 我們門圖媒體 在一個較內的傳媒 認第一 都沒有人敢認第二 如果我們認第二 都沒有人敢認第一 為什麼不接受 同路人的訪問呢 反而那些親建制的媒體 《封新聞》 《頭條日報》 你就願意接受他的訪問 如果你真的支持《反送中》 標榜自己在一個抗爭者的時候 為什麼會覺得說不接受我們訪問呢 我就在這裡公開 問一問 真的需要黃靈福 當然 我們在這裡說這些事情 我知道 一定有人說 不合聽 不喜歡聽 沒問題的 那你快點 Dislike 我們 不要聽我們 或者不要看我們 我也樂得這個耳根清淨了 即是如果到今時今日 你還覺得這個黃靈福是黃絲來的 你還覺得這個新福臺 是一個反送中運動的慘物 是一幫黃絲呢 我沒有話可說 那就免得吵架 那不Dislike 走吧 我免得吵架 這一節總結 差不多說了很久 就總結了 直到今天為止 這一刻 宗神沒有任何的回應 其實我預計 我預計最終應該都不會有回應 很大機會會不會有回應 或者就算有回應的話 都是很客氣那種 很客氣那種 你不會有驚喜的 你不會突然看到他說 他說好 我們就決定即時 罷免這個李美常 就要譴責他對於這個 所謂的一個政府官員所做的行為 我們要嚴厲去批評他 我相信都未必 會看到這樣的回應 所以我也可以下一個結論 除非有些新的重展 否則我也可以下一個結論 你忠神就是包庇這個李美常 你包庇這個李美常就是暴政那個幫兇 所以很簡單 我們就抵制你忠神 我們就杯葛你忠神 我們就發起這個三霸的行動 在這裏我呼籲所有 是覺得應該罷免這個李美常 覺得忠神不應該再留一個這樣的校董 在這裏的所有的朋友 是響應這個三霸的行動 去以示我們不滿 現在這個忠神是決定 繼續留這個李美常 在董事會裏面的 那你說說三霸是哪三霸 第一是霸捐 就是拒絕奉獻金詞 給忠神研究院 那就給誰呢 就奉獻支持給真正實踐 基督教會的堂會、機構 或者神學院等等 這是第一 霸讀 拒絕、報讀忠神研究院任何課程 轉為報讀其他的神學院 第三 霸Like 就是拒絕任何形式支持忠神研究院 分享、推廣 該院的講座、文章等等 沒錯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第二節 其實都會繼續講 忠神和一些有關的話題 OK 拒絕麻木根叢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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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